欢迎收看黄牌大放送 1949年国府撤退来台 政局动荡不安 众叛亲离的教训 使得蒋介石只能指派 曾留学苏联 并为苏联共产党员的儿子蒋经国 出任国府总政治部主任 建立政工干部学校 着手整顿国军 并统合派系林立的情治单位 利用情治系统 铲除一级 巩固政权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顾 蒋经国如何在国府风雨飘摇之际 为父亲守住国民党最后的岛屿 逐步实践他的政战之路 1951年7月1号 政工干部学校在台北复兴刚成立 这是蒋经国模仿莫斯科中山大学党校体制 建立的政治作战学校 目的就是执行蒋介石 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领导目标 就从这所学校开始 蒋经国如同猛虎出闸 逐步掌控国府情资与军力 1949年1月 国共淮海战役 国军节节败退 蒋介石隐退下野 12月 国民政府迁都台北 国民党在大陆全面溃败 我们的作战次长 是中共的谍报人员 作战计划出来以后 正本给蒋介石老总统 副本先操送给毛泽东 我们怎么打 我们军队 有多少军队要到哪边去 他先知道 我们什么样的资源过去 他先知道 这个账怎么办 失去大陆江山的蒋介石 在台湾的首要之务就是 巩固政权和稳定局势 他指示蒋经国在台北 成立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 统筹协调国府迁徙来台的 情报及秘密警察 并展开清除异己的行动 1950年3月1号 蒋介石宣布复刑逝事 他来这边之后 他自己亲手抓住这两件事 一个是整军 一个是整特 要把整个整合 整合起来 要一个最清新的人 谁最清新的 他儿子 是蒋经国先生 当年很多秦治将领的背叛 让蒋介石铭记在心 所以他不能够犯错误 唯独他的儿子 应该不会背叛他 所以他就把这些秦治大权 全部交给了蒋经国 蒋经国拥有留学苏联的历练 和干南新政的改革经验 如何重整国军各个派系 和各自为政的情报系统 蒋经国心中自有盘算 打散国军派系的第一步 就是恢复负责教育军队 和军中保防工作的正攻系统 在黄埔军校一开始的时候 就有党代表制 有正攻制度 可是对蒋介石来讲的话 对他来讲 他早期的时候 他只想掌握军队 他希望军队是向他效忠 而不是向党效忠 他希望军队是属于他的 因此当时的很多的 这些人员加进来了以后 蒋介石就没有那么看重 政工这个系统 政工系统就衰败了 为了重建政工系统 4月1号 国府颁布命令 将政工局改为总政治部 由蒋经国出任总政治部主任 他上任后立刻召集 各单位的政工干部 统一重新受训 那39年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在淡水那边 有个政工训练班 帮现在已经从事 政治工作的这些军队干部 集合到淡水去受训 那个训期很短 只有两个礼拜 这两个礼拜我想 最重要的就是 检查大陆失败的原因 以及今后工作的重点 要重整部队的几率 恢复部队的士气 凝聚部队的战力 除了在淡水设立第一训练班外 蒋经国在台湾 北 中 南 东 以及外岛等十个地区 陆续成立训练班 落实重建政工系统 这些政工干部 受训完成后 再派回部队工作 在最基层的班 排 联 一直到整个中央 都建立国民党的党部 而这个党部 就是由这个政工人员来掌控 政工人员透过他的 在军队里面发展的党员 来控制那个联队 那也就是控制住 那个军事指挥官 所以他先把军队控制住 那就是政工系统的建立 看似顺利的整治工作 却在收编情报系统时 面临的阻碍 老老总统要他负责 情报工作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主要两个单位嘛 一个中央 一个军统 所以呢 要主持 要把这个整个聚拢起来 要让他先当一个 单位的负载人 那么老先生选择军统 要保密局呢 要讲述国当局长 要王仁峰退下来当副局长 谁想的毛仁不干 保密局属于军统体系 局长毛仁峰 自是掌握十万特务人员 并与宋美龄关系良好 断然拒绝蒋介石的指派 为了解决情报系统的问题 蒋介石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星天了一个机要室资料组 并由蒋经国担任主任 因为做情报的单位太多了 你从军中开始有联合的情报室 有国防部有参谋本部的情报次长室 有军统局 不管军中社会这些几乎充斥着情职单位 之前的局长并不听他的话 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面 那最重要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就是要保密防点 那单位一堆的重叠怎么办 这些单位你碰到状况 都是自己处理吗 所以才有统合情职单位的想法 这个统合情职单位 就成立了总统府资料室 担任资料组主任的蒋经国 名正言顺地过滤第一手情资 那他当然就是变成他们的头了 他就先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你所有的资料都要经过蒋经国看 所以也 他看完再给蒋介石看 蒋介石下来命令到蒋经国 蒋经国再转给他们 除了改变体制上的层级 蒋经国找来曾经任职于军委会 并与毛人奉有过节的 国防部次长郑建民提供意见 他说在整个军统系统里面 有两个大的部门 一个是总统 一个军统 这个部门里面 那么军统负责的是保密局 可是他们的任务中 有很多的重叠 所以他认为最好的方法 是把他们都打散 打破 所以要开办训练班 训练班 那蒋经国就当班主任 蒋经国为此开办石牌训练班 有计划地打破原有的情报系统 借此整合不同体系的情治人员 这个石牌训练班 就是把所有你这些老总统 老军统全部合起来 我们一起讲习 重新调整大家的概念 重新联络大家的感情 然后改派系统 这个样子 你就不会再回到原来的系统里面 去建立你的山头了 石牌训练班 位于淡水河岸旁 临近国府游击队停船的码头 四周皆是树林 隐秘性高 训练班目的 除了整合情治人员 还招募心血 你是多少号他都叫多少号 叫休号 自己事情不能告诉人家 收集以后他就有三部分 有一部分他想问你 敢不敢上大陆啊 爱不爱国家啊 要不要为国家牺牲啊 那当然年轻人敢啊 对不对 训练班打破了 情治系统间的繁离 蒋经国更进一步 拉拢毛仁凤的部署 破获多起供解案的 保密局处长叶祥芝 将他调到资料组任职 叶祥芝拉过来了以后 当然毛仁凤马上要修理叶祥芝 所以他就准备了 叶祥芝的黑材料 去跟蒋介石报告 要穿小鞋 穿叶祥芝的小鞋的时候 那毛仁凤就被蒋介石骂一顿 说你为什么要招踏人才 这个人才你怎么可以随便招踏 这是这么好的人才 那毛仁凤都讲不出口了 可是毛仁凤也就知道 蒋经国已经找他一步 蒋经国的确是获得 蒋介石的完全的信任跟授权 那这个又错了毛仁凤的锐气 所以毛仁凤的干部 又被抽离一部分了 自此开始 国府的秦志网 逐步收拢在蒋经国手中 经国先生开始 掌握秦志系统的时候 他也并不是一上来就 马上姿态很高 我收编你们 我要整顿你们 不是这个样子 他如果当时这个样子的话 大概也干不了多久 一定会有出纰漏 反而是在底下 默默地不吭声地 一级一级上来 1950年6月25号 朝鲜战争爆发 美国派出第七舰队 协防台湾海峡 国府再度获得美方支援 第七舰队在那边中立 说你要打你打过 万一打了怎么办 那美国人没那么大的力气 所以你还是得帮一下 这个台湾的军队嘛 所以那时候关系又连上来 蒋介石将反共希望 寄托在朝鲜战争上 积极与美方合作 而整合秦志友方的蒋经国 对于一手重建的政攻系统 则有了全新的安排 1950年秋天 朝鲜战火持续 得到喘息机会的国军 开始为反攻大陆做准备 蒋经国为了加速改革国军 对政攻制度有了更完整的想法 是因为我们在大陆检讨回来 在大陆失败 彻底到台湾检讨 痛定思痛 觉得应该唤醒 国民革命军已经沉睡的灵魂 什么是陈学的灵魂呢 思想 精神 士气 操守 直接激励 要把这些国民革命军 这些以示威的这些精神 要重新找回来 重新挣起来 那个时候 从事政攻的这些干部们 频率不起了 有程度很好的 有程度一般般的 有程度可以说很差的 那当时在这种兵魂马乱当中 我想这个干部的拣选 不是这么严谨 所以当然他们的工作效果 就不如预期了 既然革命事业要从头做起 军队要重新整军建军 所以这个基础院校的培训就很重要 蒋经国决定 开办正攻干部学校 并且交代一手栽培的子弟兵 王生 负责建校事宜 王生是金国先生 从江西干南 来自于到四川 中央干部学校的学生 第一期学生 来自于上海大老虎 就是反贪屋 一直跟着金国先生 受金国先生的幸恩 1939年 从中央军校毕业的王生 甄选进入江西青年干部训练班 由班主任蒋经国亲自培训 并参与蒋经国所主导的多项政策改革 金国先生在惠女上有两点吃得提吃的 第一 他总是静静地听别人的意见发言 而且会随时把他记下腰点 他在最后採决的时候 勇纳别人的意见 做成敏快的交通 从不慕临良口 充分标签他的骨断 我追随经国先生几十年 是师生的关系 也是长官与部署的关系 国府撤退台湾后 王生成为蒋经国最信赖的左右手 到台湾重新建立军中的蒋公制度 应该都是源源于当国机构 一些人对干燃的行动表现 要使我们的军队成为一支 有思想 有信仰 精神团结 群楚孵化的革命物力 因此首先在军中 区培了蒋公制度 在国防部成为了蒋公制度 经国先生男人蒋公制度 的主任 就做成为蒋公干效 就让经中的蒋公干部人才 深获蒋经国信任的王生 积极筹备见效 没想到却在申请经费时 遭到其他派系官员的刁难 他经常跟我们讲 他说办那个宣校 我得经常的眼泪掉下来 他说我是上校 我到国防部清求 我要办学校 我要拿钱 这个主管的处长呢 就是把卷能 啪一摔摔地下去 他说我喊着眼泪捡起来 我为了要达成 就上面交付的任务 要办一个学校 训练一个中心思想 维持二战和二战的 这么一个学校 所以我喊着眼泪捡起来 捡起来以后 我拿着捡到回来了 回来以后呢 他说我还不思心 我继续再去 他说没有编制 要钱没有钱 华公老师说 你总是给我一块钱都没有嘛 没有呀 你一块钱能做什么 他说你只同意 给我一块钱 就同意办学校 我说一块钱 我要把它给学校办起来 争取到办校经费后 王生开始寻觅校地 最后选定位于台北北头 日据时代遗留下的进马场 作为校地 我们住的地方都是马房 就是马住的 马在里面的地方 把它整修出来之后 我们就住这个马房 学校的环境 可以说是一片荒凉 因为尤其我们第一期的同学 进来 刚刚进来 不要谈谈礼堂 所有的道路 道路也是泥土崎岖不平的 1951年7月1号 政工干校正式成立 总政治部副主任胡伟克 出任校长 王生担任训导处长 干校主要招考对象为 高中职毕业生 也设有大专院校和军校毕业生 可就读的研究班 11月1号展开新生入伍训练 由蒋经国亲自开训 他提出了政务